各位看一下,有關跟VIRAL暗數 人事考評 這一題的話,其實你可以把它打開來 切到這個試題有一些相關說明 這個說明,這個也是一個考試的題目 所謂的住專,這邊有領主、辦事員、也有助理員 這邊需要很多的查詢 那查什麼,基本上就是以這個 他的編號 像常常這個人他的編號,其實在編號裡面都有很多相關的訊息 可以讓你知道他是哪個單位的 那單位從哪邊查 基本上如果你不知道單位從哪邊查,你可以切到這邊後面有個工作表在單位 108 有沒有,你會發現108 也就是說呢,你需要怎麼樣 先把他的編號裡面的108 先抓出來 抓出來之後呢,去 單位的這一個 什麼呢 工作表 其實實際上 這裡我記得好像有命 重新命名吧 有單位 我看一下是不是 公式裡面有沒有一個叫單位的 有叫單位 也就是說這個單位 就是這邊啦 反正兩個欄位嘛 哪一個 對應到哪 我們需要的是什麼呢 需要的不是108 108誰看得懂 我需要的是他是哪個部門 哪個單位 那組別的話 我如果不知道 我可以切到組別 A B C D E 你看一下他的編號裡面有哪裡 有沒有 第幾個呢 應該是第 7個吧 第7個字 如果我要7個字找 啊怎麼找 升等的話呢 基本上我看一下 升等好像是第1個字吧 就是第1嘛 有沒有 他就升等 如果是1的話呢 表示說他是 住專 那我需要把住專給搬回來 但是呢 在這個地方可能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這邊呢 是一個數字 1234 有沒有這邊1234 可是如果說你將來 在 前面這邊 編號 有沒有 他有 數字 有 英文有符號 他裡面 切出來的就是一個文字 那文字跟數字 比對 會失敗 不知道各位 有沒有印象 之前好像有講過那個文字跟數字是不同的 那這時候怎麼辦 你需要把它轉換 轉換不就是不在兩邊看 你你轉還是我轉 如果是前面的話那你就是看 什麼把文字轉數字再來比 或者是把數字 把它轉成文字再來比 兩個方法都可以啦 不過通常會把那個文字轉成數字來比較 那所以 這前面 123都是根據他 那後面的考核 60% 是根據這三個 比4的話是根據這兩個 你這假 假是幾分 不知道 查一下什麼 等級 假的話呢 是85分 然後 A的話呢 是90分 那也就是說 這個他的考核成績是 這個加這個加這個 除以3 或者是這個加這個加 這三個成績平均 放這邊 那你可能需要什麼 先把他的 成績先查出來之後 相加 除以3就好了 OK所以必須要查三個成績 OK然後 這個就是他的考核 佔60% 比4的話呢 是這個 0.3 這個0.7 那最後合計就是他的名次 OK 所以這個有點像那個人人事資料的那個計算 那請各位先 試試看好了 基本上都是做查詢 單位 這個 主別 這個 深等 這個 那這個 查 查 下查完 相加 除以3 放在這裡 這個是這邊 相承 相加之後 放在這裡 再合計 把兩個相加 再排名次 OK 但是呢 這邊會有 住專 領主 辦事員 助理 有三個工作表 所以其實 而且他們位置都一樣 但是你不用做四次 你做一次之後 把公司複製過去就好了 好 要怎麼做 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 利用這個 這個範例的話 主要就是說 怎麼樣 第一個啦 其實 前面那一題是 日期函數 配合查詢函數 這一題是 文字函數 配合查詢函數 OK 所以其實也是 稍微複習一下 前面的東西 再把那個 所以你會發現 前面的函數 都會跟後面的綜合 然後呢 再去做一些其他的用途 所以 當然 一般是 最好是可以 這些所有的函數啦 反正用到什麼 你就可以 很熟練的把這些東西做出來 那你工作 這樣就完成了 好 而且可以很快的 也可以做出一個結果 那當然工作起來就會 我是覺得 會蠻有成就感的 做起事來 其實就輕鬆愜意 沒什麼困難的 不過當然 前提你可能需要 還是要花一點時間把這東西做 就是熟悉它 試試看 參考的話 雲端上面都有 所以請找一下 雲端白板裡面的這個 把它打開了 裡面都有答案 當然盡可能啦 自己想想看 試做看看 那單位的話 就是切出來 切108 所以你可以 當然這個是最後完成的 你可以 分兩個階段做 一個是切 一個是查 OK 所以 前面先用密的函數 再利用Vidu函數 所以兩個嘛 所以首先第一個 先用密的函數 文字嘛 前面用過 然後 mid 這個 文字在這裡 第幾個字呢 123 第三個字 幾個字呢 三個字 好單位108出來了 好所以你看一下 這底下這邊 第二個的話呢 把這個 剪下來 再插入什麼呢 查詢 檢視與參照 的Vidu函數 查什麼呢 查這個東西 就你剛剛的東西 去哪邊查 去 這個單位 所以剛剛 按F3 因為剛好已經有 幫你建好了 第幾 藍呢 不知道 沒關係 點一下 1 2 這邊有答案了 2 查詢方式的話呢 這邊輸入0 一模一樣 不用接近 因為除了 除了那個 剛剛那個稅率那些 沒有一模一樣 那你就用1 按確定 向下填滿 查完了 不過特別注意喔 先不要向下填滿 為什麼呢 因為 待會 這個還有其他的那個 就是 那個 直撐 那他的列數都不一樣 Ctrl向下 這個40列 這個幾列呢 Ctrl向下 101 每一列都不一樣 所以待會我會教各位 再把公式複製到其他的 你在分別向下填滿 因為他列數如果一樣 那就填滿 可是列數不一樣喔 那你就分別填滿 好 所以這邊的話 先把公式先做出來 1 組別的話呢 那就是 這個 所以一樣喔 插入那個 我們 最近使用過啦 因為最近使用過 這兩個都會出現 MID去查 這裡面的第幾個字呢 第 7個字嘛 有沒有 然後如果不知道 如果不確定的話 幾個字 一個字 你可以看這邊就出 A 有沒有 如果你算錯啦 反正你就是 他反正就是 從這邊 抓到第7個字 幫你抓一個字 放在這邊來 OK 按個確定 A 再把它剪下來 在 最近使用過的 V流函數 把這個貼上 去哪邊查呢 F3 查 主別 主別在這裡 第幾欄呢 不知道 點一下 12 2 比對方式的話呢 0 按確定 好 升等的話是第一個 所以插入一個那個 第一個字 其實用Labs就好了 MID也可以啦 我們用Labs 文字裡面的Labs Labs是左邊算過來 第幾個字呢 這個裡面的第1個字 它回來是 1 有沒有看到 前後有雙引號 對不對 然後呢 那我們要跟什麼比呢 跟那個 後面的升等 所以 把這個再解一下 查 那個最近使用過的那個V流函數 裡面的F3 一樣是升等 可是你會發現 這個 跟這個 看起來一樣 但是這個有雙引號 這個沒有 所以如果你這樣一比之後 看起來好像沒錯 輸入2 輸入0 按確定 但是你會發現 它會出現什麼 N A N的話是Nuts A的話是Available 找不到 跟你講說找不到 怎麼會找不到呢 不是11啊 還是找不到 道理很簡單 因為文字跟數字 我們看起來是一樣 但是對於Excel來說 就是不一樣的東西 OK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 觀念上 很多同學 這個沒 沒概念的話 奇怪 為什麼 為什麼 就是觀念問題 好 如果你有觀念的話 很簡單 就是說 你可以 把什麼呢 把這個 改成 數字就好 那怎麼改成 數字 前面好像 有提示過吧 就是說 你很簡單 把外面包一個Value Value Value這個函數的話呢 它主要就是 把文字 轉成 數字 所以你會發現 外面包一個什麼 Value之後 它這邊呢 有沒有 就會變成 1了 OK 就變成數字了 然後呢 我們再來比對一下 你會按個確定 記得就加個Value 就好 鑄磚出來了 沒問題 123 完成 再來的話呢 因為時間的關係 那把這個 再講好了 那在這個地方 考核的話就是 用這個來查 其實查的方法也是一樣 所以 插入函數 V入函數 去哪邊 查什麼呢 查這個 Table Array的話 F3 去 什麼呢 它有兩個 一個是烤坪 一個是烤機 但是烤坪烤機 我不知道哪一個啦 你先點一個看看 看旁邊就知道了 這是不對的 所以 Delete掉 F3 那應該就什麼 應該就烤 烤機這個 OK 然後呢 查第2欄 比對方式完全比對 85分 所以 假85分 那有 一個 兩個 三個成績怎麼辦 加上 很簡單 把這個怎麼樣 Ctrl C 把這邊怎麼樣 改成這個 這個成績又過來了 因為一樣嘛 再加什麼 再貼上 這個改成什麼 改成這一個 但是呢 烤 平 所以這邊 按一個F3 烤平 最後的話呢 讓它全部先加起來 先加嘛 所以記得啊 因為先乘除後加減 所以 先把它刮起來 除以3 那不就平均了 OK 應該懂那個邏輯啦 然後按個打勾 這樣子的話 它就平均了 那比4的話呢 就是 等於 等於什麼 它的成績 乘上0.3 加上 這個成績 乘上 0.7 應該OK啦 沒問題啊 打勾 合計的話就等於什麼 等於 這個 這個 加 這個 打勾 應該 OK 那名次的話 剛剛有算過啦 就用Rank給EQ 對對對 乘上 0.6 乘上 0.4 好 打勾 OK 那表示各位有進入狀況 反而我因為那個 想說趕快把它講完 那名次的話OK 只是說其他怎麼辦 你做完這一步驟 請你把這四個一起選起來 那怎麼一起選 按SHIP鍵 點那個1234最後這個 有沒有發現全部變白了 這個時候呢 請你點這邊打勾一下 把你剛剛做的打勾 打勾 為什麼 打勾他就會自動幫你把剛剛你做的喔 的公式喔 全部複製到哪裡呢 複製到其他的工作表了 然後呢 記得最後 把它取消 取消的話就是不選這四個的 其他的 點 0組 看一下 有沒有 有沒有 公司都過來了 然後這個 公司都過來了 所以你只要怎麼樣 快速點兩下 再幫他怎麼樣 拉到最下面 這樣其他欄位 就通通做完了 那這樣 比較方便的地方就是你可以把你的公式 全部都 摳到其他的工作表 試著就是說呢 今天最後這一題啦 剩下部分請各位自行在 把它完成填滿 那名次的話呢 當最後做完之後再來排名 為什麼因為那個名次的 他會去抓 合計裡面總共有哪一些的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今天就先 講到這個 就是 人事考評的這個 練習題 好